請毛部長 公路局長也上來好不好 那個觀光局也一起來好不好 陳委員好 好 這個局長剛剛聽您在打行 台東發動的這個委員 剛剛特別提到齁 這個你說 這幾年 你們這次就對了 三年多 投注在東部已經有 比前朝要多出七倍喔 是這樣子 是 是 多少 七倍嘛 七倍是多少 數字的話累積起來 有1500億啦 蛤 就是持續要追蹤的有1500億 好 聽到心情就賣 東部地基最近有通過一個 東部地基的建設條例 包括花東 那嘉義什麼都沒有 嘉義什麼都沒有 那你 你已經通過一個 東部的一個建設條例 那你最近又投入出的比過去還要增加七倍 因為過去很多都沒有做 那我請問 我們現在把它補起來了 好啦 那我請問你嘉義呢 你多了幾倍 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嘉義這四年 你多了幾倍 你為嘉義做什麼 這個數字我另外要去統計一下再給委員 好不好 你有沒有 他問你 東部你馬上出到七倍 我問你嘉義 你說 我不知道我回家要查 你也找不到你查太多 因為我們是從北中 嘉義做多少你不知道 我們是從北中南中 都不做多少你馬上出到七倍 因為我們北中南中這樣有計算 還七倍 嘉義到底做多少啊 我告訴你喔 現在是要玩笑的時候 你這四年來你到底做多少你告訴我 我記得齁 兩位院長去撿個財 一位就是劉兆玄 去撿八奧 我們的那個東西下 八十二號道路 做到 做到舖子 大家都知道 那個時候是在民進黨時代 拼了預算 動工的 那因為三合一的選舉 所以他要去做個秀 大家也知道 那不是我們做的 齁 啊結果你們也是這樣去演出啦 齁 去演出 那我要問你啊 那不足到東時 你們依據什麼時候還工 這個 不足到東時 東西像依據什麼時候還工 怎麼今天要選才 一問三不知 代表你們對嘉義都不了解 蛤什麼時候還工 一個是明年初 總結有一段明年初 另外一段明年底 很清楚要講 是不足到東時 不是其中一段 就沒有什麼其中一段 就是那一段 哪有什麼其中一段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到 部主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 部主到東時 整個明年底可以完成 整個明年底可以完成 明年底 是 明年底就是2012年喔 能夠完成嗎 是 可以喔 是 我跟你講啦 其實 我們的東西像也好 包括 西濱也好 西濱也接通了啦 對啊 我印象中 是 公路局當時要把所有的預算 不是公路局 是審計 是主計 要把這個計畫 把它結束掉 是公路局來拜託 說 五湯喔 你們這段接不離 接不起來耶 後來再去拜託 最後 行政院那個時候是 蘇貞昌 蘇貞昌 這些這樣都是算在 你現在的 這個國民黨執政的身上也好 但我要問你啦 到底你最近 你這樣的時候 交通部最重要的就是 道路系統 你是把自己做到什麼 對幾條 你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讓我們知道嗎 如果你不知道我就告訴你啦 如果你不知道我就告訴你啦 我記得過去啦 從 從 九二 九三 九四 到二零零五年 到生活圈還有十一條啦 到九五 九六 九七 還有十四條啦 對不對 對不對 部長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你還要問誰 我現在在講生活圈 局長你知道嗎 就要請局長說明 蛤 這邊 這邊是有十幾條 對 現在我跟你說的 不是你現在有十幾條 我是在說到 二零 二零零 六到二零零八 有十四條 總共經費是三十六億 但是在國民黨主政以後呢 我們二零零九到現在 總共加一幾條 你知道嗎 局長你知道不知道 蛤 存三條啦 尋三條啦 現在存億多啦 他會差這麼多啦 東部說增加七億啦 加以減少三十幾倍啦 這差太多吧 怎麼會差那麼多 怎麼會剩下三條 我還 我還告訴你喔 部長你還記得吧 我還跟縣長到你辦公室 到你這個 這個 這個 部裡面 還特別跟您簡報 就是說現在我們希望的 大普美精密機械 那些延期已經開花就是一百年 這就是年底 就要開始交遞了 那麼 104的這條道路 是不是能夠落入生活圈 你也是要考慮 那現在你也清楚 現在人家 佳能 也已經開始動工了 明年就會完成 104 我記得我在嘉義縣政府 我在任內 我還把這個 這一條 在順利 順序上 第一優先喔 第一優先喔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麼 要把它做掉 第一優先喔 大普美這一條 貫穿大普美 能夠連結 南澳高交流道的 你記得吧 你記得吧 在你那裡講的啊 啊 跟委員報告啦 我都了解大普美 事實上它南北 它 整個將來西方是南北通啦 現在好像北邊可以通啦 現在又要補的是南邊嘛 所以當時在做這個 這個評估的時候 我的印象是當時 因為北邊那條已經通了 所以南邊這個 我的印象中 好像並不是真的 部長我要告訴你啦 我剛才要跟你算一下啦 就是說104啦 我們已經連結 從 我們已經從 中正大節連結到南華了 那九個這一條 剛好大富美正在開發 剛好我們道路系統如果能夠連結的話 那未來整個這個區域就會發展 也就是說整個這個廠商的進駐以後 剛好有這條道路連結到南澳高的話 對他們 來講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不把它列為第一優先 但是到今天為止 你們也沒有把他類似 也沒有把他類似 現在那一條 才五六公尺寬啊 那附近那道路一樣 後來大型車要出來 這樣會不會通 這樣跟你們說這就需要 我以為錢 不知道做到哪裡去 結果查起來 才三條 我還跟你講 你還跟我們講說 沒關係啦 不然你們看哪一條比較重要 我們要特別跟你提到 台十八的替代道路有沒有 你記得吧 台十八有沒有 我們就建議要專案 那個是生活圈 生活圈納不進去嘛 那趕快報過來 那這也你要講的啊 那趕快報過來嘛 那啊 那也管理會議員講 這個台十八不是 不是這個地方政府的需求 他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道路 他是跟連 是要跟阿里加聯結的 嘉義憲政政府趕快補資料來啦 補啦 補多少處了 退多少處了 我們補多少處了 補啦 我們現在來協助嘉義憲政府 把她成案啦 這個是我對你的承諾 然後前面那一條 我要針對跟委員報告 因為生活圈現在我們整個經費 幾乎就要等著滾動檢討 所以現在公路局也在思考 各地需要生活圈的經費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考慮 是不是將來到明年 我們跟行政院要求說 針對生活圈部分 是不是要另外再去籌一點預算 來解決這些大家各地方 希望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在原有六年的 已經框的預算裡面 塞不進去的這些案子 在處理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跟委員報告 部長,實際上也沒人查一下啦 東部就增加七倍 一千多億 加以過去還有到2008年的生活圈要十四條 要十四條,要三個月圈 今年你們剩下多少?剩下三條 沒關係,我告訴你 我還告訴你說 你104 這個大副片這一條 你不做 你也要想辦法看看你們在這一 這個到103年的生活圈的這個剩餘款 也想辦法看看給他們錄 對,現在就是這個剩餘款也很擠啦 你也跟,你告訴我現在也不去想 也很擠啦,也很擠啦 你看,你看 生活圈全部已經有六條 我們排第一順位了 你再把他排第一條 跟委員報告了齁 最後,台18縣 你自己講喔 不要納入生活圈 就是專案來報 對對對,我們現在就要協助加以現在 趕快來辦嘛 就沒有啊 因為他要補資料 這個資料趕快補上來嘛 好不好 我們補了 補了 來,你這個職位上齁 我同意 我們來協助啦 我同意你部長 好,不是啦 你是政策性的 好,你給他宣布說 台18縣 原則上你要做 好,來 基本上我們會協助嘉義縣政府 把相關的資料 把它整理好 我們會提報到院裡面去 相關資料已經報到公務局了 好,我請問局長有沒有報到部裡面了 台18縣 跟委員報告就是 已經報部 但是部裡面因為參考其他的部會會有些意見 有一些要補充的資料 所以我們請嘉義縣政府這兩天也在 布局他趕快再把這些資料補進來 那送部,部一定會轉院去 好,來 那部長,你有聽到嗎 對,我們會協助 不好嘛,所以我提醒你嘛 我沒有機會跟他去面對面跟你說啊 今天總是這個事情 台18縣已經報到公務局了 局也報到部裡面了 那技術性的審查都已經完成了 我坦白講 還沒有啦,還有程序啦 你都沒辦法了解啦 基本上 你不要這麼做啦 我現在要跟你說 你政策性 你趕快審 趕快送到經監 對啦,我們 我是希望啦 這一條路喔 可以在你國民黨的手中 把它核定的啦 這是你沒辦法這樣而已啦 你就把它核定 你不做民進黨來做 無所謂喔 你不做民進黨來做 無所謂喔 我跟你說很喜歡 但是我還是認為 你應該做啦 對啦,我們會把這個案子 你應該做啦 希望 這個中埔有十九人 齁 中倫 三棧 分水 潛心 六川 可以納入西拉亞的範圍喔 那一天我也特別要請 那個 要處長 來開一個座談會喔 是 齁 他說兩週內 要跟我報告 那我現在告訴你 就是簡單說 就是說 前一年 就七年的審查意見 審查會 預算的時候 做的指令 說你們要跟我 這個 做報告 你們是說給希望西拉亞去檢討 那 現在 我跟他開座談會以後 他說兩週後 那現在又是兩個月 所以 頭部都一年 兩個月 跟委員 抱歉 如果 我想那個西拉亞 那個 那個 是去年的主決議 那我們 西拉亞管理處 就有去做這個資源的調查 對啊 資源調查完了以後 那因為你也知道這個 擴大程序的範圍 到時候還要再請委員去看嘛 還要召開 機長我提醒你啦 因為時間關係齁 好好好 我提醒你 就是說 原則上 廖住長那一天的座談會 也很清楚認為 六村 納住 西拉亞沒問題 沒問題 第二個部分 他甚至於認為 連中埔村 都可以納住 所以 現在就是 在整個行政周囲的問題 我不了解 為什麼兩週 可以拖到兩個月 都沒有進度 所以我也特別 跟你提 這個部分是沒問題的 把它納入以後 就可以 中埔就可以跟大埔連結了 西拉亞的範圍 就比較擴大 對整個西拉亞的這個發展 有整體性 好不好 好 什麼時候可以答覆喔 好 什麼時候可以答覆喔 我一個禮拜會把結果 給委員 非常好 謝謝